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從我們先前的影片當中 以及我們余老師精闢的分析的過程可以看到 那在佛教的歷史當中 一直都有研究佛學的學者 強調說佛法是一直在演化的 那這樣第二個問題就是 世家世尊所說的法既然是整體的佛法 那為什麼佛事後這些生文法會分成18個部派 那這樣子大聖法卻沒有分部派 那這樣子算是研究佛學學者所說的說 那這個過程是屬於佛法一直在演化嗎 那這邊我們就想請請教兩位老師來做這方面的答覆 如果說就表象上來講 二聖佛法分18部派 大聖佛法不要講別的 今天在台灣各位把第四台打開 大聖佛法分多少部 我們是念佛中的 我們是參禪中的 乃至於呢我們是環保中的對不對 所謂大聖佛法沒有分部 或者說佛法不分部 意思是說就他的核心而言 剛才我們說到佛所傳授的就是佛菩提道 教導大家怎麼樣從一個凡夫 像佛自己一般能夠從凡夫 然後呢完成解脫 然後完成圓滿的佛果 那剛才郭老師講到數學 但我想起一件事情 畢達哥拉斯 有人聽說老師這個名字我聽過耶 記不記得初中的時候學的那個避世定理 哎呀當時把大家都搞死了對不對 畢達哥拉斯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切皆數數下為零 意思是說一切數字的背後 都有一個數字叫做零 什麼意思 各位隨便說一個數字 五百 你為什麼把它叫五百 因為它是一份一份加起來有五百份 它相對於什麼 相對於零而言 是不是它有一份一份可以加到五百 再說一個數字 好 負五 你為什麼叫它做負五 因為它相對零而言 一分一分減下去 是不是減了五次叫做負五 所以呢 當每一個數字出現的時候 它的背後是不是都是零 有人說老師我們今天講佛法 你跟我講零 講數學幹什麼 各位曉得嗎 印度人被叫做全世界最厲害的數學民族 在印度文裡面 大聖佛法或者說佛法的核心叫做什麼 有人說空 有人說般若 有人說如來藏 各位曉得空這個字 在印度文裡呢 空就是零 因為一切的法要能存在 背後是不是都要有零 對不對 一切的數字存在 當我們隨便說一個數字存在的時候 是不是背後已經有零 如果沒有零這個觀念 這一切數字是不是都不存在 有人說零是最沒有用的一個數字 因為零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如果沒有零 是不是什麼數字都不能存在 在阿拉伯數字裡面 其實是印度數字裡面 零這個字本來是打一點 後來轉到阿拉伯 他們才畫一個小圈圈變成零 那代表的意思是說什麼 空不是什麼都沒有 很悲哀的是呢 當我們把空或者說般若這個字 轉成中文以後 我們把它理解成為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樣的錯誤 在原來的印度人的世界是不會發生的 應該說空等於一切什麼 一切都有 那一切都有 到底空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 空叫做空其一切 也就是什麼數字 不管你想到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全部拿掉 那就是零 那是一切數字 跟一切數字同時必然存在的那個根源 所以叫做空 叫做般若 叫做如來之障 只有如來才能夠明白此障為什麼 那在印度文裡面呢 沒有無這個字 跟空不一樣 它有另外一個字 或者呢 虛空虛無又有另外一個字 所以呢 整個佛法的核心 如果說 有佛法的核心 有了零 則無論你數字怎麼變 外表看起來有什麼不同 它都是同一個零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零推翻了 你再去說任何數字 都是瞭連 很有啟發性的 關於這一個問題 應該是佛法有沒有演化這件事情 答案是很肯定的 沒有演化 沒有演化 為什麼 因為根本不需要演化 為佛陀當時在說法的時候 今天跟上一次的我們的這個 都有提到五十三教 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頓縮了所有的佛法 對不對 好 所以也就是一開始 成佛要能夠具備的 就是已經知道完整具足 全面性的佛法 才叫做佛法 要成佛 也就是要懂得這個完整 沒有缺憾 沒有無明的 才能夠叫做佛 是嗎 對 好 如果佛法有演化的話 那麼今天各位 如果一起修學佛法 到了未來 成佛的時候 是不是未來佛 那麼你未來佛就說 未來佛 我現在成佛了 我比你之前那個佛 正量比較高 合理嗎 不合理 因為全部都在 唯一的一個完整的 絕對的智慧 全面的智慧 一開始就是要 能夠掌握了 能夠透析了 明白了 才叫做成佛 好 既然知道 大聖佛法沒有演化 所以沒有演化的情況之下 就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 我們在生命科學上面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幹細胞 用來再生醫學 那麼幹細胞本身 它這個細胞啊 很特別 它跟我們其他身體上面的細胞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頭髮 神經細胞有很特別的細胞 皮膚有皮膚 各長得不一樣 可是幹細胞看起來就是很原始 那麼我們 但是呢 它卻可以由幹細胞分化出 各式各樣不同的細胞 神經細胞啊 皮膚細胞等等 那一張雪球 長得不一樣 那如果有一個人說 我來觀察身體喔 那麼我看到的神經細胞長這個樣子 神經細胞好厲害喔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頭腦運作 好 所以神經細胞 相較於原始的這個幹細胞比起來 喔 幹細胞變成了神經細胞 所以你的身體有演化 有變化 有分化 結果 結果是這樣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啊 幹細胞本來它就具足了 可以變成神經細胞 可以變成 內臟雪球細胞等等 它本來就具有 本質具足的一個功能 而且即便在身體的某一個時間點 它變成了頭髮啦 變成了這個神經細胞之後 它還在不在 身體中還有幹細胞 好 這就像是我們的這個佛法一樣喔 並沒有演化 它的根本像幹細胞一樣 都是本質具足的 謝謝 我們謝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那剛才從兩位老師的答覆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佛法的核心是不變的 但是是因為個人喔 各自的對佛法的一個理解 所以才會產生這些外向的一個變化 那事實上呢 這些改變跟演化呢 其實是因為個人的 自己的認知不同 才產生這樣的一個誤謂 那在沒有實證之下 再怎麼樣閱讀經教 那一定會有錯解 這是必然的結果喔 那麼 Perfect 道所以說 ны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